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Chester的区块链频道 现在是2024年的5月15号 我们看一下在过去的这个24小时加密货币市场 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的变化 整个市场的话可以说是一个普跌 然后有很多币种甚至是可以说是暴跌来形容 那WLD世界币跌了20%左右 从5.6跌到了4.6 然后的话我们看一下 AI概念板块从11楼 RenderRNDR11楼跌到了9楼 然后整个市场可以说是普跌 然后的话 大饼的话从6.3跌到了一路 差针差到6万亿 还有太太也是从2,900跌到了2,800 然后的话佩佩爆仓之后 它又在涨 爆仓之后 昨天它最多涨到了0.11楼 1144这个位置 然后的话现在又跌下来 但是已经没有仓位了 也跟我没啥关系 整个就是爆仓完就是浑身疏码 头昏脑脏 就是哎呀 就是 头疼 真的头疼 真的这个行情怎么做呀 没法做 这个行情真的没法做 然后我们看一下 WLD这个Watercoin为什么会暴跌呢 这个Watercoin通胀率有可能在未来70天内飙升到每天4%了 然后有很多大股正在想着着急套现呢 那个Watercoin存在严重的通胀问题 这个世界币完全摊薄市值高达600亿U 未来几个月WLD的解锁大量增加 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抛售啊 所以代币的解锁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 然后的话 WLD每天因为奖励和运营房申请被稀释0.6% 然后Watercoin基金会宣布将在向交易公司出售价值2EU的这个代币 相当于现有流通供应量的18%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啊 AI概念板块是这波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 AI 民币 包括游戏 社交等等板块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合理控制仓位 千万别说哈呀 然后的话这个Solana民币狂飙之后 现在大多数的这个民币已经回调超过80%了 流动性的这个瓶颈已经成为常态了 那我们现在是这个Solana市场的活跃期吗 对吧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这个以往的这个数据哦 所以说这个也是流动性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任何一个币种任何一个资产流动性是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没有流动性 那么你的资产相当于是归零的 GameStop 盘前涨幅最高触及162% 现报价78U 也就是GameStop GME 这个涨幅还是很厉害的 然后的话 为什么配备涨幅估计也是收到这个GME的这个涨幅 它是民币板块啊 所以说这个也是碰到钉子了 哎呀这个真的是太可惜 太可惜了 总之现在这个市场场景就是 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怖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多也不行做空也不行 按理说你看你如果说最近如果说你做空大饼做空太太你都可以赚的盆满钵满 但是我竟然做空的配备我竟然做空的民币之王 这个真的是太太可惜了 今天也就简单跟大家聊一聊一聊一下也就是相当于水一期视频吧也是没别的没有别的什么好聊的感觉就是总之就是 如果说你报仓过你告诉大家最近你有没有报仓 你报仓了多少金额 好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行吗 然后最后一下在最后再强调一下风险就是本期视频以Chester所有的视频 Chester所有的服务科研局里面所有的内容 据认为Chester个人主观性的分享没有任何投资建议 区克两个数多货币投资风险非常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那Chester对你投资所产生的任何的这个收益和亏损 不承担任何责任 不承担任何责任 好吧 那没有点关注请您一定不要忘记点关注吧 我们看一下聊到GME 那这个一个散户的这个KOL 它是怎么报答华尔街空头爆赚4000优的 4000万优 这个名字就是Raren Kitty 是有史以来最牛的散户交易员 他在GME把这个5.3EU变成了超过4600万EU 3年之后他又回来了 带动了新人的这个民营币狂潮 无论是美股还是加密货币 包括PayPay WRF 包括BOME GME开启登月模式 这是他的故事以及启示 这是他的故事以及启示 这个男生叫Rone Kitty 生于1986年 然后他是一个美股的KOL GME的这个做空股数量是流通股的150% 那一般来说做空如果股票的话机构要介入股票卖出 然后在指定日期买入股票归还 如果股票下跌 对冲基金就能高卖低买 赚取差价 如果股价上升 空头又不得不买入股票贵还 反而能推高股价造成炸空 压空 持股这些股票的玩家就能反过来赚取收益 那这个男生呢 他发现了其中的机会 空头可能会有炸空风险 做多就能有机会赚钱 而且GameStop有特别的意义 他曾经是许多人童年买游戏的一个地方 那所以说他就可以 这就是他曾经的一个辉煌的这么一个故事吧 大致的一个流程是什么呢 那电商公司宣布买入股GME 然后利好刺激越来越多散户涌入购买GME股票 股票这是2021年的时候 单日最多上升50% 涨幅接近700% 然后华尔街反击 那激起了散户反抗 然后散户对抗 反而华尔街就是这么一个叙事 然后散户阶段性胜利 散户常用的交易平台 Robinhood宣布限制交易 散户无法买入GME股票 股票硬生下接 总之这个散户依然是有机会成为超级KOL 搅动视脑 折腾出新天地的 所以说这次做空配配失败 我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教训经验 就是说大家一定不要空明币 而且不要空当下大热的题材 因为你没有办法判断它的这个顶链子是哪里 昨天晚上可以说是一夜没睡 头晕脑上现在就是不知道说什么 不要做空配配 千万不要做空配配 好吧 答应我再也不要做空配配了 好吧 不要做空明币 不要盲目做空 不要自作聪明 失眠 好吧 不要盲目做空 为什么不做多呢 对吧 做多配配早就爆赚了 做空爆亏 现在 真的 毁死了 好了 下期视频再见 没有点关注 欢迎点个关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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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